如果用三种味道来形容青春时光 你觉得会是哪三种 臭 色 甜 为什么呢 臭 你不觉得青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精力无限吗 感觉青春是去哪个地方都是用跑的 就不会是说像现在 像大爷一样溜达什么的 所以身上会走过一种汗臭的味道 为什么是色呢 因为小时候总会有很多不懂事情的时候 它的世界观没有形成 做事情很欠考虑 所以你总是会做很多后悔的事情 这些回忆起来你都会觉得有一些青涩 甜是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一吃某一个新春 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因为小时候吃的东西特别少 所以你吃到任何一个东西 你都觉得这个好好吃 那个好好吃 这个新东西没有吃过 那个新东西没有吃过 然后当你身份越来越大 然后吃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更怀念的是小时候那种糖果的味道 去旅行前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我特别害怕坐飞机 然后我还特别害怕 就是会跟成员们被迫装得很好 但其实私底下没有那么的好 就是害怕这些 结果参加完这个以后我发现 这一群都像照镜子一样的人 作为穿游家族中唯一的女生 你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众心朋友的感觉 完全没有 没有感觉到任何人拿我当女性 你感觉都拿我当男孩那么挫巴呢 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你有起床气吗 就是如果我要是睡够了的话 我就没有起床气 如果睡不够的话我就有起床气 你是哪有偶像的也不 杀一个这身很没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穿得像个富豪一样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比你还能睡懒觉的人 你会怎么叫他起床 这分不同的 当然恋人就要不用亲的嘛 是吧 然后弟弟就用打了嘛 妹妹可能就是轻一点喊一喊就好了 你叫爸妈可能就是也是很轻柔的 对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如果可以和一位嘉宾交换一样东西或技能 最想和谁交换什么 朗朗嘛 觉得他刻苦锻炼了三十多年的技能 好想拿走他的努力啊 平时会看自己的节目吗 很少看自己的综艺 因为你有时候看你会觉得 哎呀 当时怎么这么说 当时要那么说会更好玩 就会怕自己有时候会表现不好 但是青春环游记我会看 真的会看 有没有看过一些有意思的弹幕 甲林又胖了 如果我自己发弹幕的话 我会发一个 甲林现在又胖了 越来越可爱了 说出大家必须看青春环游记第二季的三个理由 我觉得你旅行里面 如果觉得有时候跟朋友去旅行 觉得有一点没意思的话 你可以看看这里面的游戏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觉得去旅行 路途没有意思的话 你可以看看整档节目 就是或者你想跟你的朋友都知道 如何融洽的相处也可以看看这档节目 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太好了 太太可爱了 你心中排名第一的男神是谁 刘老华 你觉得甲林后面加什么词能上热搜 暴瘦 暴瘦一定会上热搜的 然后结果一点被开 被骗了 批的 下季必备的单品是什么 冰棍 如果追星你是事业性粉丝还是佛系粉丝 不是叫事业性粉丝 事业性粉丝 就是会疯狂的为他做数据 为他打抠 希望他能拿到更好的资源 佛系粉丝的话就是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觉得自己男粉多还是女粉多 女粉多吗 粉丝哪有 很少有男孩 谁的粉丝不都是女孩居多吗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男生 你会做什么 光芒的四处跑 最想拥有的插门力 单吃不胖 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美貌 怎么说了 盛世美严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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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了